互联领馆出在今年4月委托陈大研究团队 针对了卓西乡风平西上游临班地崩塌而形成燕色湖进行线刊调查后 调查结果评估了天然霸体稳定 而且现在燕色湖也出现了一流的情况 因此在今天在卓西乡丽山村所召开的说明会上就表示 现阶段的燕色湖相对的安全稳定 但是对于在地的居民来说 一日不出燕色湖就如盲持在背 仍然期盼领馆处能够主动能力破除以策安全 去年在风平西上游生成的这个燕色湖引发地方忧心 领馆处也高度重视除了监测 今年4月委托调查团队现场调查 并且在今天向风平西下游沿岸的村落居民说明简报 现在看起来就是现场调查看起来 它的一流水道大概是将近10米 然后水深一点多米 那坝体还是呈现就是稳定的状态 就是这个坝目前是安全的 就不能说安全就是比较稳定 那如果水流再强一点 它有可能就开始被掏刷 就开始这个坝可能就会愧绝 华林领馆处调查团队评估由于天然霸体稳定 而且现在燕色湖也开始一流 因此相对也稳定安全了许多 不过随着讯息即将到来 部落族人仍不放心 期盼能以人力破除以防万一 你不会想专家说是深沙是到深河不止 好几头水泥都被冲走啊 还好我们山里这里没有人下去啊 现在因为天气热 夏天的时候会有很多雨 会下雨会有很多游客 或者是我们的部落人下去游泳 因为从7年11月初为台湾枯水期 也使得约0.5公顷大小的燕色湖能存在至今 虽然现地调查堪称稳定 即便是溃体下游最高水量上升到30公分左右 但燕色湖一日不除 对于在地居民来说如芒词在背 很没有安全感 来些处理的我们就先处理嘛 因为问题产生了我们就要处理嘛 不是可以等 你们给我感觉是说我要等 他会自来教室他会自来教室 如果是教室呢 如果一直帮 到时候一直帮 然后水一直一直一直往上针 一直往上针 到时候同时一起下来的话 如果发生这种事情的话 你零物取你 五年八月 你是蛇物旁贷的 给他弄个风大一点的炸掉 这样子比较小一点的灾害 我知道这是大自然的所造成的啦 因为我们那边的小孩子都很喜欢玩水 万一冒出来了大雪来了 这些问题是在这里 火力领馆处除了现地调查 也无时无刻进行监测 相代表以及公民团体 则要求能随时公开监测结果 让在地居民也能同步掌握 燕色湖的最新情况 所以我是希望说你们不定期 或者是有灾害以后去空拍一下 然后再提醒我们部落 让我们后来小心不要过水 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比较 比较是我们都会再来安全 我想请问说 我看4月25号的时候 有在脸书上公开这个空拍的图 那如果说定期都会去空拍的话 我是不是也可以定期的 在脸书上这样子公开 我想会让大家比较安心 就是说他有在变大变小的吗 这次调查团队 从燕色湖成荫 相况以及危险因子 做深入调查 也藉由这一次说明会 公开的向村民说明了解 面对居民的疑虑 华林领馆处除了将在 封平西设置12处告示牌 提醒呼吁 对村民所提出人力破除的建议 领馆处评估工程浩大 且危险性更高 也可能造成河川流域的生态冲击 但也将带回在意 而这段期间 也特别提醒游客民众 尽量减少下息 缩息或补育的活动以策安全 记得是玉兰 卓西采访报道 请不 stim窗息或讨论